欢迎来到俊伟快修 今天来教大家拆一台OPPO R11的手机 拆机之前我们先需要把手机进行关机 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卡托拆掉 拆掉卡托 然后拆下两颗尾部螺丝 接下来 使用飞银刀片斜着对平种层和后壳进行分开 然后指甲配合对后壳进行拆除 用飞银刀片也可以 然后如果你的指甲够硬的话 配合指甲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分开 这个后壳我们就可以先放一遍 接下来我们把主板取下来 拆主板之前必须先把电池排线取掉 接下来拆螺丝 拆掉显示屏排线螺丝 用镊子取掉皮皮道 拆除后置摄像头 屏幕螺丝 拆开天线卡扣 拆天线卡扣最好是 从天线的这个地方往上抬 是最安全的 这样就不会伤害到天线 接下来取下前置摄像头 前置摄像头 拆开屏幕排线 开机排线 尾插连接线 拆下后置摄像头 取下主板 接下来拆电池 拆电池 拆电池就只需要把这条线往上一拉 就可以把电池拆下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拆扬声器 尾插 震动 还有小板 拆下扬声器螺丝 尾插 震动螺丝和耳机螺丝 接下来拆掉屏幕延长线 螺丝 拆这个排线的时候 可以对排线进行稍微加热 开个200左右 200度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在趁热的时候往上拉 拆下尾插排线 然后接下来就是取开扬声器 取掉FPC排线 这个天线也是一样 从天线的下方往上一抬 天线就可以安全地取下来 接下来我们对开机键 音量键进行加热 加热完 取下 开机排线 再取下 音量排线 接下来对下半部分这条排线进行加热 一起取上 轻轻地将排线扫起来 不能太用力 取下扬声器排线 然后加热 屏幕延长键 将耳机插口 往上抬 还有震动 往上抬 取下屏幕延长键 接下来是开指纹排线 也是将风枪开到200度左右 进行加热 我们可以用刀片伸到排线小房 左右摇摆 将排线抬起 用链子轻轻往前面捅 这样就取下了指纹排线 接下来是取听筒 再次均匀加热 将链子伸到听筒下方 往上排 这样听筒就下来了 R11猜机视频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